我出轨了 是我老公安排好的 屎盆子扣完转头就去跟他的好妹妹开房 我假装不知道 把闺蜜和老公父母都带到了酒店 门一开 满床的惊喜 我出轨了 出轨对象是跟了我两年的助理小王 而这一切都是我老公安排的 小王紧锁着眉头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 我正好忙完手里的工作悠闲的喝着咖啡 听到这个消息我着实是惊着了 没来得及咽下去的咖啡一下呛着了我自己 嗨嗨 我稍微缓了一下 同样紧锁着眉头看着这件事的另一个当事人 你说什么 林总 现在整个公司都在传咱俩 小王欲言又止 我大概看出来作为我的绯闻出轨对象 小王是和我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这太有意思了 我端起咖啡杯脱口而出 我出轨了面前这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 而我和小伙子本人竟然完全不知道 小王局促地往前走了半步 林总 我 是不是我平常跟您走得太近了 现在发展到哪步了 我上下打量他一下大概明白了 为什么我的出轨对象是他 小王是两年前招进来的助理 工作能力很不错 两年内掌心三次 长相也甚是清秀 传出这个消息的人应该是公司颇有了解 公司上到部门经理下到保安都在议论 具体从哪传出来的我还没查到 我让小张他们几个分别和周边部门和公司沟通了一下 目前来看公司外部还没有谣言 看来事情还不是太严重 现在只需要找出这个源头把事情解释一下就好了 可麻烦的是 事情已经传出来 而我还不知道这个源头针对的是助理小王还是我 行了 你先出去吧 别是公司出了内鬼 我心里安详 哎 小王 我教主正在打开门往外走的小王 你背地里打听打听 另外看看公司最近有没有什么人员异动 好的林总 我知道 有消息马上跟您汇报 小王前脚刚关上办公室的门 我的手机就嗡嗡地震动了起来 喂 老公 怎么了 他公司每天都有早会 很少在这个时候打给我 情情 他欲言又止 我一下子就猜到 怎么这么快就传到他那去了 老公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你应该知道我和小王只是上下级 我当然很想相信你 但是眼见为舍 情情 我真的不相信你能做出这种事 我们离婚的 闺女我会带走 我不相信你能照顾好他 嘟 嘟 不等我说话 正传就挂掉了电话 留下我呆滞的把手机举在耳边 眼见为实 他看见了什么 又是怎么看见的 老公一向沉着冷静 怎么到了这件事上就这么冲动 完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 可能他再多给我几秒钟我就能解释清楚 我按下他的号码拨回去却只有一阵盲音 该开会了吧 也好 等我查清楚再解释也来得及 这时电话声音再次响起 喂 妈妈 打来电话的是我的女儿 她语气里都是兴奋 怎么了呀女儿 妈妈 爸爸刚刚打电话来说带我去迪士尼 你没空跟我们一起去吗 妈妈你好久没有陪我了能不能一起去呀 上海太远的话我们不去迪士尼也是可以的 我们去近点的 只要爸爸妈妈一起带我玩就好了 这个时候 上海疫情刚结束没多久 我们这儿出入也都要报备呢 难道他是为了躲开我吗 恐怕不行哦 妈妈还有些事要处理 你跟爸爸先去吧 今晚妈妈早点回去陪你 哦 那好吧妈妈 女儿一直很懂事 虽然语气里满事失落也没有再继续要求 老公这时候想单独带他出去 其实不管怎么说我一起去都是最好的 但是经历这么长时间的疫情 公司内容外患 我又传出这样的绯闻 我真的是脱不开身 让他们两个去吧 散散心 等他们回来 我就全都调查清楚了 对于女儿我确实有很多亏欠 长这么大只有月子里算是尽到了母亲的责任 因为休息时间太长公司很多事等着我做决定 在家休息不到两个月就重新工作了 家里和女儿多亏了老公照顾 林总林总 小王奇匆匆的跑进来 连门都没敲 林总 我知道了 您看这个 他把手机递给我 上面正显示着我和他谈恋爱的照片 我拿过他的手机一张一张的翻看 这些照片除了一部分比较正常的合照以外全是批的 点开这个账号主页 头像竟然是我的照片 这可太有意思了 这是谁这么纯伪装成我发我出轨的照片 把这个账号分享给我 好的林总 你先出去吧 那 他们还在偷偷传呢 出去吧 我现在思绪有点乱 难道正传也是刷到了这个吗 看这个账号发布照片的时间至少有半个多月了 为什么他们会恰好在同一天刷到呢 而且 周一早上 对他来说应该忙得没时间刷抖音吧 到底是谁 我从头到尾看了这个账号的每一张照片 把一些批图都保存在了手机里 然后把账号分享给我那个土著闺蜜 他祖祖辈辈都在这个城市 有不少的关系和门道 查一个账号不算什么大事 我SSS 林晴 你搞什么 你他妈搞上你们公司的小奶狗了 我S 林晴 你 你这样怎么 我实在听不下去打断了他 闭嘴 你反应倒是快 我话都没来得及说呢 你这电话就打过来了 怎么 连你也不相信我了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啊 这照片这不明显就是 我说你这助理长得还不错吧 你这是进水楼谈先得月 别贫了 帮我查查这个账号是谁的 怎么 这不是你的号啊 我说你怎么脑袋被驴踢了 出轨还发出来证据给别人看 你他妈看清楚了 那照片没一个是真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回 那合着 你是被人造谣了呀 哈哈哈哈 这人是个傻蛋吧 人家都是匿名举报 他这倒好 直接账号发出来了 等着 姐们给你查 还没等下班 闺蜜就发过来一长串的消息 随即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嘿 这个傻蛋 我一下就查到了 这手机号刚办没几天 估计就是为了造谣办的 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查到了他的大号 长得还挺漂亮 不过跟你好像没什么交集 要是硬说有的话 他跟你老公在一个单位 我找人打听了 说是靠关系进去的实习就在那 毕业直接转正了 跟你老公也不是一个部门 你不是得罪过他吧 这下轮着我蒙圈了 正传的同事 造谣我 这是怎么个路子 我突然有个可怕的想法 难道 我拿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 把他大号推给我我看看 正传的同事我几乎都不认识 我没去过他们单位应该不会得罪谁 你发给我我看看认识部 会不会是正传得罪人了呀 虽然我脑子里闪过了那个想法 但是我不想去相信 恩 发给你了 田田 你先别告诉别人这件事呢 就当不知道 我还要先梳理一下 什么 你不澄清一下呀 这是可托不得 我知道 我会澄清的 但不是现在 你先帮我保密 哦对了 把这个账号封几天 别让别人发现了 放心吧 早就没人能看见了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我打开闺蜜发过来的一个抖音账号 里面的小姑娘阳光明媚 奔跑 跳跃 有着年轻女孩独有的活力 视频里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出镜 只有一个 露出了一个男人的手 而那个手 我一眼就认出 是正传 她的大拇指手指甲比正常人短半截 我还经常为了这跟她开玩笑 没想到 这个手指甲 帮了我大忙 我回忆起和正传结婚这几年的点点滴滴 虽然说不上如胶似漆 但也还算恩爱 结婚七年几乎没有向对方发过火 生活里那些金芒蒜皮也在我们俩的努力下 从未对我们的感情造成过任何影响 可现在想想 我似乎从未感受到过别人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 我们之间的所有 更像是为了完成任务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为了完成父母给的任务不仅不慢地领了证 正传是公务员工资不高 我觉得生活该有更多的可能 也是我在结婚前创办了这家公司 好在公司效益不错 结婚后我给我们的家买了房子 买了车 她知道凭她的收入很难买 上方也就欣然地接受了我赚钱 她照顾家里这件事 后来顺理成章地生了女儿 生活里每一步都是在计划中的 我本以为这样平淡的感情是天底下最好的相处模式 可现在想来 她所有的包容 所有的温柔大概都是因为不爱我 后来公婆催我们生二胎 说正传是家里独子 我得给他们生个儿子 其实我不凡改生二胎 只是生个儿子这种话我是一点也听不得 于是我工作越来越忙 回家越来越晚 林总 小王在敲门 我平复了下心情 脸上挂着的泪珠叫她进来 小王那几张照片我已经找人处理了 披图痕迹已经标志 你在公司内部跟大家解释一下不要让公司其他人有什么误会 因为疫情公司现在只剩六个人了这六个人都是跟我一起奋斗过来的 我不想他们对我有什么误会 而且一直不解释对小王也不公平 至于正传 这几年我们之间的感情确实出了些问题 就算没有视频里那个漂亮小姑娘以后也会出现其他女孩 我对她本就没有刻骨铭心 要说起来 我对她的亏欠也不少 既然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不如我们都互相给对方留条路 她和她想要的人继续生活 我好好经营公司 至少给一直跟着我的人一个交代 我再一次拨通正传的电话 喂 你还有什么事 正传 我都知道了 我开门见山 那些照片 我愿意相信和你没有关系 你和那个女孩我也不想再追究 离婚协议我会你好 女儿我带走 这几年家里的积蓄 房子 车我们一人一半 我一口气说完这些 心里不由一阵落寞 七年的婚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我已经坐到了这个地步 正传该是不能再有什么想法的了吧 什么女孩 林晴你在说什么你自己清楚吗 你和助理搞在了一起还想带走女儿 你想都不要想 怎么 现在正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哼 我轻哼一声 实在没想到我与她能搞到如今这个地步 本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可能从来没有爱情 我想过给她一条生路 现在看来 是我太好心了 正传 你做过什么你自己清楚 你之所以笃定我和小王不清不楚应该是看过了那个账号吧 你不用急 打完这通电话我就会把证据发给你 你看清楚 另外 你那个小三 你最好赞好了 不然我可不保证有什么后果 我 对了 既然你不愿意的话 那你净身出户好了 家里所有东西都是我赚钱买的 我给了你机会你不要 那就不要怪我无情 传歌 那个女人在说什么啊 她不会发现我们了吧 听筒里是一个小女孩叫滴滴的声音 我当然发现你了 我不想打草惊蛇 装作没听到 林晴你说什么 什么小三 你不要无凭无据污蔑别人 听起来正传有点慌 你不要讲我 现在是在说你和那个助理 她进公司才多久 晋升这么快 长得还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你说没有谁信 要净身出户也是你净身出户吧 我正传行的正做的端 从没做过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 你个泼妇 结婚七年了连个儿子都没给我生 你还在外边包养小白脸 你有什么脸在这儿跟我叫嚣 你养小白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 有一半是我的 你得给我一分不少的还回来 看惯了平日斯文儒雅的正传 我还从没想过她还有这样的一面 看来这些日子小三没少给她洗脑 正传 我没经历跟你在这儿骂街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女儿我带走 财产可以分你一半 你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咱们两个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你以为我时间多 我愿意跟你吵 你凭什么带走女儿 我实话跟你说吧 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早在你一整晚一整晚不回家的时候就消失了 女儿你休想带走 想要女儿也可以 你再给我生个儿子 女儿你想带去哪带去哪 听到正传还是儿子儿子的挂在嘴边 人类一上午的脾气终于压不住了 你爱三次的说什么狗屁话 生儿子 你让你那个小三给你生去啊 怎么 你们正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 我告诉你 我早就忍不了你和你妈天天把儿子挂在嘴边了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还敢说 我不回家 我为什么不回家 你住的房子开的车哪个不是我拼死拼活工作换来的 而你呢 你干了什么 花着我的钱在外面养小三 我现在愿意分你一半财产 我已经够意思了 你不要得寸进尺 正传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继续输出 家里的财产本来就有我一半 别以为你赚钱多就什么都能说了算 没有我把家里照顾得妥妥当当 你怎么能赚钱 再说了 女儿从出生到现在你管过多少 就算我愿意把女儿让给你 你觉得她就能跟你了吗 你别忘了 女儿从出生到现在都是我和我妈在带 正传说的没错 从出了月子以后我几乎很少照顾女儿了 我回家的时候女儿已经睡着了 等她睡醒我已经上班了 正传虽然想要个男孩 但是对女儿也还算不错 只是说起婆婆 表面上是来照顾孩子 可是我给女儿请了保姆 她什么都不用做 还整天在女儿耳朵边说些女孩没有什么用的话 要是把女儿留给她家以后会受到什么欺负还不一定呢 所以女儿我肯定是要带走的 既然这样 你我的感情也就到这儿了 我也没有必要再跟你说什么了 我正准备挂断电话 那头又传来那个娇滴滴的女生 传哥 他不会真的发现咱们了吧 他说要你净身出户 房子不是你买的吗 不能净身出户吧 放心琪琪 房子是我的名字 钱也没有她的 放心 正传似乎用什么捂住了话筒 但还是被我听到了 怎么 正传这边骗着我 那边还骗着小姑娘呢 小姑娘也是 用脚趾头想都想得出来 正传赚不到这么多钱吧 我不想再听正传编排我 按下了挂断 既然如此 那就来看看道德和法律站在哪边吧 刚才女儿说正传要带她去上海 难道这是要带走她了吗 想到这儿我马上叫小王把女儿接到公司 那个家我们母女两人暂时是回不去了 助理王美很快接到了女儿 小姑娘还一脸不情愿 妈妈 我在家收拾东西收拾得好好的 王叔叔非要带我来找你 你晚上不就回去了吗 我还有好多去迪士尼的衣服没收好呢 奶奶不管我让我自己收 阿姨也不管我 我听完看着女儿委屈的样子蹲下来抱抱她 奶奶和阿姨也有自己的事呀 欣欣也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呀 爸爸刚打电话说这两天突然要加班没办法带欣欣去上海了 等妈妈忙完了妈妈带你去 这几天咱们两个就一起玩吧 是吗妈妈 好呀好呀 那到时候我们也带着爸爸 妈妈没关系 你先忙你的 晚几天也没关系 只要妈妈带我去就好了 她和正传关系这么好 我要是告诉她爸爸出轨了她该有多难过呀 既然如此 那就先不告诉她这件事吧 虽然正传一家都天天念叨这生儿子生儿子 但她本人对女儿也很好 何况女儿还这么小 让她遭受这样的打击也不好 我想起刚刚翻到的那个露出正传大拇指的视频 这就是我要留下的第一个证据 我把视频下载下来 托闺蜜帮我查清正传单位的组织架构 既然要弄她 至少要清楚她的地位 我要让她声名狼藉 另外 我打给熟视的侦探和律师 律师给我的回复让我入坠冰窟 林总 这种事情只有明确地拍到两个人上床的视频才能在法庭上作为证据 另外 即使有视频为证也很难让过错方净身出户 电视里演的都是假的 那你有没有打过类似的官司 其他人都是怎么处理的 林总 我建议您除去法律手段再做些其他的准备 在法律之外仍然有很多办法让过错方主动放弃财产争夺 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 郑传和那个小三同属一个公司 想必平常在公司也该是谨小慎微的 郑传一向把工作和名声看得无比重要 他妈和外人说起来也都是说 我儿子可是SF部门的公务员 你们那些迫使我儿子动动手指头就给办了 结婚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郑传帮谁动过手指头 远方亲戚找工作他怕同事知道自己有穷孙亲戚 又怕帮忙引荐让自己工作难做 哪次不是我给安排的 既然你这么看重工作 那我先从工作入手 看你能不能招架 郑传 可别这么快认输 我还没完够呢 我请侦探24小时跟踪着郑传 果然没几天就被拍到了马脚 林总 这是我这几天拍到的照片和视频 我打开侦探地过来的U盘 两人永远都是相隔十分钟以上走出公司 那个女孩不会坐正船的车 早上上班也不会一起 只有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才会低声说一些悄悄话 侦探也是真挺厉害 不仅拍到了照片 洛伊也是全天24小时不间断 传歌 传歌 我听着监听器里传出的女孩 焦滴滴的声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就是传说中的狐狸精吧 看她的视频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干点什么不好 非得做这种下贱的事 这两个人还真是抓住一切机会讲悄悄话 从哪家饭店好吃讲到哪家酒店的床比较舒服 听起来两二人睡过不少酒店吗 工资没有多少 酒店倒是一个比一个贵 我平常出差都舍不得睡 这么贵的酒店倒是便宜了他们这对狗男女 他们两个的对话不管被谁听到都是要说上一句恶心的程度 郑传应该还没告诉老人要跟我离婚的事 想来他现在搞清楚了那个账号都是他的小情人的手笔 反而被我抓到了把柄 怎么说都是不占理的 他每天准时回家 还要跟他妈撒谎说我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他妈倒是从来不多问 嘴上全是催着郑传快点生二胎的话 生屁生 让你的小情人给你生二字去啊 只是可能郑传知道我这几天会有什么动作 刻意和这个小三保持着距离 拍到的照片也最多是一起吃饭 看来我得想想办法了 我把下载下来的只露出一个手的视频发给郑传 隔了一会确保他看完视频播通了语音电话 郑传 我直呼其名 视频你看到了吧 那个时候你应该不会否认吧 我相信你也已经知道了王奇做过的事 他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想靠栽赃我这种低劣的伎俩来破坏我们的婚姻 我相信这里面没有你的受益 你看到那个伪造的账号以后应该很生气吧 就和我在王奇的账号里看到你的手一样的生气 晴晴 那个账号我什么都不知道 要不是你告诉我我也被王奇蒙在了鼓里 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 我这两天已经跟王奇说清楚了 她就是一个贪图钱财的恶毒女人 晴晴 你还愿意相信我吗 说清楚了 要不是我请了侦探跟踪我还真的就要相信了呢 怎么 现在是发现没有我出轨的证据没办法让我净身出户了 还想住着我的房子花我的钱 门都没有 女儿还小 如果你能悔过我也是不想离婚的 我顺着她的话往下说 要是不让她觉得我放松了警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拍到关键证据 当然 晴晴那今天搬回家吧 妈都问了好几次了 说想你了 想我了 若因我一个字目落全都听了可没一句想我的话 我借口女儿被我送回了我妈家只有我一个人回去住了 我要烫这趟浑水 女儿就别跟着我受苦了 果然 回去不到两天 侦探就打来电话 林总 又进展了 今天约了月色酒店 这两天我一直在刻意避开正传 我一想到她那双手曾经拉着别的女人 我就恶心 本来我们之间就有隔阂她也多少有点不自然 也就避开了亲密接触 每天面对着她那张讨好的脸再加上她妈整天二胎二胎的催 我恨不得马上把她俩赶出去 现在机会马上就来了 我竟然紧张了起来 他们约了酒店 就是要去干那事吧 不可能是去酒店分手吧 我突然一阵恶心 想到我马上就要目睹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上床 我开始忍不住的干梦 努力平复了很久 我才打给闺蜜让她陪我去捉见 这种事 决定了要干就不能拖着 今晚绝对是最好的机会 我穿上早就从家里带出来的结婚证身份证户口本 甚至还拿了正传的身份证户印件 闺蜜手里提了一根棒球棍 本来我还有点担心 看到她这服装备立马轻松了些 棍子收一收吧 咱们是要把她俩送进去 可不是要把自己送进去的 闺蜜举起棒球棍做事要打断正传的腿 你放心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打断了她的腿我就去自首 蹲几天老娘也心甘情愿 这么多天我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听到闺蜜这么说 眼角止不住的发酸 这个世上只有男人是最靠不住的 为了不让她看出来我发红的眼睛只好快不掠过她顺手夺下了闺蜜手里的棒球棍 这个有点严重 车里准备好了 上车吧 为了保证画质我特意找了摄像师 另外让助理王磊也端了一个摄像机跟着我 这件事从一开始王磊就参与了进来 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我也就没有瞒着他 包括后面找律师 找侦探也多半是他帮我打探的 我带着律师和侦探把身份证 确实在我们酒店这是他的房卡 还挺投入 我们两个人进来竟然一点没有察觉 摄像机从我进酒店就一直开着 这回镜头正对着床上酣畅淋漓的两人 正传感觉到因为开了楼道露出来的亮光低语 怎么突然这么亮 一回头正看见站在门口的我和摄像机 晴晴 他大呼 翻身从女孩身上跳下来 慌乱之中随手抓了一条被子就往身上遮 这一阵反倒把小三一丝不挂的暴露在镜头面前 我招呼王磊上前 小王 你进去拍个进景 顺手按开了房间的灯 小三忙着找东西遮丑根本没功夫注意我们 妹 妹妹 王磊举着摄像机的手不受控制的滑落下去 王磊裹床单的动作也僵在胸前 哥 你 你怎么在这儿 王磊走近一点帮他裹紧了床单 反手给了王磊一个响亮的耳光 你在干什么 你这是知三当三 爸妈辛辛苦苦把你送进编制 就是让你和已婚男人勾三搭四的吗 正传顾不得王磊 拖着厚重的被子蹭到我跟前 连人带被子一起跪了下去 晴晴 都是这个女人 我本来跟她说好了一拍两散 她勾引我 都是她 晴晴 都是她的错 我指挥着摄像 这下少了个机位 后面剪辑出来还能不能剪好啊 闺蜜像是听到了我的心里话 跨过正传散落在地上的棉被从王磊手里抢过摄像机 镜头直对王磊 我本想提醒闺蜜不要录到王磊 看她盯着王磊就没放松过就扭头看了我身边的机位 摄像师 这个画面拍全点 把这对肩夫淫妇都拍进去 但是注意王磊 别拍到她了 摄像师调整了下位置 我也拿出手机蹲下去给正传一个特写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这个女人能有多漂亮 竟然能把我这么三从四得的老公勾引得神魂颠倒 正传一点要护着王磊的想法都没有 只在地上跪着不停地叫嚷 我正要扯下王磊的遮羞布 被王磊拦住了 林总 求你给妹妹留个体面 我停下动作 闺蜜却抢先一步接下那块单薄的床单 留个体面 王磊 你还真是个好哥哥 你还不知道你和晴晴的照片是谁批的呢 吧 王磊如梦初醒 死死盯着王琪 哥 你别怪我 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才能让他们两个离婚 我怀孕了 正传猛地从地上站起来 也顾不上裹着自己的床单直奔床上 跪爬着爬到王琪面前 你怀孕了 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从来没告诉过我 告诉你 告诉你有什么用 你会为了我跟林晴离婚 让他把财产留给你吗 你嘴上说的房子是你的 我早就知道了 都是林晴出的钱 只不过写了你的名字 你的工资能比我多多少 怎么养活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不是没跟你说过让你去争财产吧 你争到了吗 我只好用我自己的方法保全我的孩子 是我太笨了 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正传 你追求我那会跟我说家里的财产都是你的 等我怀孕了就跟你老婆离婚娶我 结果呢 现在还把一切都推到我头上 咱们两个是谁勾搭谁的 正传仿佛磨正了一般 你怀孕了 怀孕了 是儿子 一定是儿子 晴晴 琪琪她怀孕了 求你放过我们 不离婚 你不想离婚的话咱们不理 等琪琪生下来孩子咱们两个养 晴晴 你不用受生孩子的苦了 正传与无伦次一会哭一会笑 琪琪 你帮我生下儿子 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钱 我老婆有好多钱 你不是想在单位好好干嘛 我帮你引荐 我这个位置给你坐行不行 琪琪 只要你生下儿子什么都听你的 呵 如意算盼打得可真好 我目不作声冷眼看着正传表演 闺蜜一个巴掌呼在正传脑袋上 正传 你TAD傻S吗 你把我情情当什么了 怎么 你是皇天老爷呀不跟你离婚 我告诉你今天你还能站起来还得脱晴晴的福 并是在后边默默的往窝手里递戒齿 这玩意虽然不能把人怎么样 但也是要受点皮肉苦 我却是没有一点心情在这对狗男女身上浪费力气 闺蜜看我不接一手端着摄像机一手拿过戒齿啪啪啪往正传身上抽 晴晴 你打我吧只要你让琪琪生下这个孩子你怎么打都行 只要给我留下一口气让我临死前见见我的儿子 王琪像是冷了心 妈悠悠地拿起衣服给自己穿戴整齐 朝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林晴姐 我知道我这么做伤害了你 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家里条件很不好 为了给我找工作 家里已经没有积蓄了 哥哥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敢结婚 我知道我做错了 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是没有人愿意娶我这么穷的女孩的 他从地上收起正传的衣服 一件一件地帮他穿好 又拉着正传一起在我面前跪了下去 林晴姐 希望你能给我个活路 我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 怎么还来道德绑架我 王琪 我从来没有要逼你的意思 也没有不给你活路 你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的原因并不是我 我今天来也没有想把你怎么样 正传这个男人 我从来没想过跟你抢 你喜欢 你拿去就好了 我从律师手里接过我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递给正传 正传 签了这个你想跟谁生儿子都不关我事了 正传接过离婚协议从头到尾一个字不差的看了一遍 晴晴 没必要净身出户吧 现在家里能过得这么好我多少也有点功劳吧 再说了 我妈年纪这么大了你总不能让她回农村住那个小坡平房吧 晴晴 还是像你之前说的财产咱们一人一半 女儿你想带走就带走 我吹眼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人 我给过你机会是你不要现在再来说这些话 你不觉得晚了点吗 林晴姐话不能这么说吧 那房子好歹也是写的传歌的名字 你们怎么也一起过了这么多年 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有传歌的一半吧 王杰站起来看架势好像要跟我盖一架 我只问一句 郑传 你签还是不签 晴晴 这个我真的不能签 签了我们就没办法生活了呀 琪琪肚子里还有个儿子呢 郑传向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也从地上站了起来 林晴 我咨询过的 你刚才拍的那些不是合法途径 没办法在法庭上做证据的 咱们两个打官司的话也会盼财产一人一半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你去告我好了 他还挺胸有成竹 他说的没错 刚才那些确实没办法作为证据 但是作为毁掉他的资料 绰绰有余 我看着两人一副我就是不签 你拿我什么办法也没有的状态 拿过离婚协议 撕成了碎片 王磊这时候想劝王杰我却已经转身 我给过你们机会了 我穿过一众看热闹的人群静直上了车 隔天一早 家族群里热热闹闹地讨论着一个年轻女孩 女孩蹦跳着欢笑着 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果不其然 7点01分 正传的电话准时打过来 请请 你往家庭群里发起起的视频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啊 让你家里人提前认识一下家里的新成员 你别想着让我家里人给我压力 变化那头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随即 家庭群被解散 呵 正传还真是脑子不太好使呢 没有了群我就没办法让大家知道了吗 你不是最看重面子吗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样脸 我在朋友圈上传了一段录音 是那些能让任何人都骂一句恶心的监听录音 选择了正传家人的分组 并写了 让各位家人开开演点击发表 不过五分钟 我的手机就爆炸一样不停的提示有新消息 我干脆将微信调成了不提醒 同时 同一组照片打满了女孩的脸出现在正传公司主页 王磊三番五次求我帮王琪留下工作 我本来不是要针对他 就答应了下来 午饭时间 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快递到我手里 属于我的 我全部拿回来了 而正传 我给过你机会 被你亲自毁掉了 现在这些都是你拥得的 一个月后 前远房表嫂发来微信 请请 这个正传真不是个好东西 当初让他帮忙介绍工作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你现在跟他没联系了吧 我寻思跟你说一声 你们离婚没多久正传就被单位给开除了 他那个小三 看他没钱了一句废话都没多说 立马就不跟他了 就是可怜了那孩子 那小胳膊小脚都长出来了 还是个男孩